接着来关心我国今天的疫情数据 截至中午12点 全国再增加2364宗确诊病例 目前累计活跃病例多达27,028宗 这也是我国连续第三天 活跃病例维持在2万宗的水平 今天也在有10人病逝 累计死亡病例达1,121宗 好消息是今天共有3,320名患者康复出院 写下连续三天康复人数超越确诊人数的记录 目前在加护病房的留院人数多达190人 99个人需要依靠呼吸辅助器 雪兰儿依然是全国新增最多确诊病例的周数 再有862宗新病例 柔佛有314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而在霹雳新增病例同样处于三位数 再有305人确诊 另外在东马沙拉越今天再增加255宗新病例 我国今天也在增加8个活跃感染群 7个设计职场 1个设计社区 新增感染群分布在柔佛 吉兰丹 霹雳和沙拉越 全国目前一共有485个活跃感染群 1个设计市场 gracias 1个设计 Our 肯定有甚至1个设计 2个设计